这个宋西连列明列入战犯名单 要是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 中共还能有几个战犯 一定要做哪个人 要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四川的父老乡亲 三兵团突破乌江后 宋西连将所有本钱全砸在白马山 投放了第二、第124、第122等四个军 其中战斗力较强保存完整的是第二军 总计兵力不下三万人 宋西连在白马山紧急布防多道防线 以阻止我军前进 同时蒋介石还集令我广文第15兵团 从南川驰援白马山 1949年11月22日扶晓 我军以八万兵力发起总攻 二野第11军12军先后投入六个师十八个团 沿公路或超两侧小路 吉部飞奔白马山 加之四野141师 以先期从土坎墙部武将 由贝亚支取茶园 将守军阵地拦腰踩断 很快解放军就突破了白马山防线 是以总计避敌三千余人 升幅一万两千余人 并顺势解放了蒲板 车盘 凉水 赵甲 土坎 羊角 白马等十余个乡镇 从根本上摧毁了白马山防线 自此川东大门洞开 重庆失去屏障 中兵此时率15军和79军残部 到达白韬镇 不料22日早晨 我军即占领了白韬镇 中兵带领兵团部 乘八支木船向下游逃跑 谁知半路上碰到我47军 139师 416团 停止射击 停止射击 不要打枪啊 停止射击 我们投票 于是四班长拿起大喇叭 对他们喊道 船上所有的人贴着 马山开 快 动作快点 全部放下武器 下船 动作快 第十四兵团司令官中兵 还想浑水摸鱼 三连四班班长杨电青 发现这个胖子 大概冒上的冒灰 证明是个军官 从他身上搜出蒋介石的亲笔信 他才承认自己是中兵 请问 你们是哪一军 第四野战军 怎么 连林彪将军的队伍都过来了 四野二爷都一样腰带俘虏 请问 您的职仙是 四班长 走 快 中兵感叹道 你们是怎样来的 绝不会这样快 动作快点 我们还记得能用船 是啊 给中兵送完功德林通知书 送中组合的另一位 宋西连还没送到呢 就这样 416团没放一枪 消灭了国民党军 第十四兵团部 俘虏兵团司令官中兵 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 也率军部到达盆水 看到一片废墟的盆水 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 所有街道哀嚎遍野 要做好就去工作 面对被宋西连一把大火毁掉的盆水县城 邓小平说 十年内战 八年抗战 三年解放战争 整个县城被烧得这么惨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宋西连 列明列入战犯名单 要是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 中共还能有几个战犯 一定要做哪个人 叫个人 我们怎么对得起四川的父老乡亲 11月21日 刘邓命令五兵团 除以十七军刘贵阳担任接管任务外 兵团主力和十军迅速北上迂回卢州移宾 三兵团向南川地区前进 必争为奸宋西连和罗广文部于长江南岸 罗广文兵团由其江南下的道路也被切断 国民党军在川东的防线土崩瓦解 此时在南川的宋西连再三考虑 以自己的残兵去投靠胡宗南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不如避开大城市 严小路向西昌云南跑 他们只有一根念头 不管一切 不顾一切 快点走 走到安全的地方 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 现在的形势万分惊奇 中兵的十四兵团已不复存在 买马山阵地已被共军控制 第二军已和我中断联系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仗打到这种局面 该怎么做重庆去面见仲裁 打败仗的人多了 仲裁责不慎责 到重庆又能好到哪里 还不是坐以待毙 行了行了 别耽误时间了 主任 您说怎么办了 您说上道山 咱就上道山 下火海 咱就下火海 主任 你确定吧 主任 你确定吧 好 当务之急 一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二要脱离国防部的指挥 说白了 必须脱离总裁的指挥 只有这样 才可能有一线升级 各位 什么罪名 都有我宋某人一个人承担 各位大不了都是从犯 四川有句俗话 丢了棒棒狗咬人 我们剩下这万把之枪 是我们的血本 绝不能丢 宋西连为了剩下兄弟的活路 实在不能再听蒋校长的微草 不然将死无葬身之地 正所谓关电报保平安 但是宋西连想起蒋校长在徐邦会战 给杜玉明的空头亲笔信 于是叫副官拿来亲笔信 总裁的亲笔信 要不要继续保存 宋西连看着这些 把自己部队掰光的校长亲笔信 无语地拿到火堆前 谈着气说 想一辈子空话 打了一辈子外战 然后把亲笔信全部烧光了 接着对众多部下说 诸位 第一步 我们从南川一直往西 直奔西长 第二步 折向西南 直奔云南的藤宠 我们就在那里 争取国外的援助 坐等时局的变化 如果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 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 与共军决一刺雄 那要是打不起来 并有三条出路 一 落草为寇 二 缺乏为色 三 漂泊海外 辽死一生 听到宋西连的这番话 大家都正住了 大概率要从正规军变成了土匪或者和尚 宋西连看出了部下的犹豫 于是对大家说 诸位愿意走这条路的大家同生死共患难 不愿意走的 请自无处 咱们好聚好散 不要有什么本能的意义 服从主任的决定 服从主任的决定 咱们长 从现在开始 切断同国防部的一起联系 是 请大家准备吧 看着部下满身世伤离去的身影 宋西连又叫住他们嘱咐道 诸位 请诸位挥之 多准备几双草鞋 往后 我们没有车座 没有马骑 恐怕连好走的路面没有 宋西连这是要学主席再进行一次长征吗 大家都说 在南京作战中 敌人不是被打垮的 而是被堆垮的 我赞成这种说法 但事实上 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这时参谋长李达带来了主席的最新知识 刘邓 聚报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 以汽车800辆运气第一军到重庆 请注意 一 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队到重庆 二 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 是否有必要稍微持团其行为 一例吸引交多之敌 拒守重庆 而拒坚之 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 可能打一个巨监唐伯集团与上海那样的好仗 毛泽东 11月27日 刘伯承思考片刻问道 上海战役 我们消灭汤安国多少部队 15万多 现在重庆打这样的仗 根本不可能 现在重庆以东以南 蒋介石既无可用之兵 也无可守之险 他们大喊大叫保卫重庆 无非是想辞职武军的前进 争取时间 将川北和陕南的湖中南部队 向川西转移 然后向西康撤队 如果我们把行动放慢 敌人就跑掉了 蒋介石还有另一个目的 争取时间 对于重庆实行大屠杀 大破坏 米格高 报告军委毛主席 我们的意见仍然是 尽可能提前渡江 迅速解放重庆 好 要加上这样的内容 早日夺取重庆 使工业不受大破坏 则可早日依托重庆 供给大军 经营全川 我马上去办 28日 认为罗广文被监后 重庆以无多兵防守 势力早日逃走 不如迅速占领重庆 较为有力 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 是适当的 29日 重庆被三面包围 全城陷入巨大的混乱中 从广州迁到重庆不久的 国民党政府各机构 再一次开始打搬家 行政院长 严锡山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长官张群飞往成都 接着各部门的大小官员们 也开始紧急疏散 蒋介石也自知大势已去 派出了国防部保密局长 毛仁凤到重庆搞事情 关注盛唐影视 下集更精彩